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水 这是一种流体 它跟我们的固体不一样 固体它有一定的形状 但是流体有不一定的形状 那就看它的容器是什么样的 那么它就是有什么样的形状 那么流体可以分作两种形态来讨论 一个就是静止的流体 一个是流动的流体 那么我们今天探讨静止的流体里面 有哪一些特性 那么这就是属于流体静力学 那么首先我们就看这个一个定义 叫做密度 density 密度 如果有一个物体 我们假设它的成分是非常的均匀 非常的均匀 那么它的体积是V 它的质量是M 质量是M 那么它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密度 所以密度啊 密度就是rho要等于质量被体积来除 意思就是单位体积有多少质量 单位体积里面有多少质量 那么这个就是密度 那么它的单位呢 在mks字里面 它就是公克被cm3来除 或者是在cgs字里面 它就是公克被cm3来除 那么这个是均匀的一个物体 它的密度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我们现在在谈 一个静止的流体 假定这是一个容器 容器里面成了某一种的液体 某一种的液体 那么这种液体呢 相对这个容器来说 相对这个容器来说 它没有流动 就是说这个 假如你这个杯子 装着这个水 摆在桌子上不去动它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水对这个杯子呢 就是没有相对运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称 这个液体 跟容器之间 没有相对运动的时候 那么我们称为它是静止状态 所以这种液体 我们称它叫做静止的液体 事实上啊 如果你很仔细 用放大镜 用显微镜去看它 那么这个 这个液体啊 实际上呢 它不是真的静止 那么 比如说 你这个液面上面 如果有几粒的花粉 浮在这个液面上 那么你会看到 这个花粉呢 在那里跳动 在跳动 那么这就是说 它这个液体的分子 其实呢 它是在里面呢 做不规则的运动 不规则的运动 像这样子的 这是不然运动 不规则的运动 那么这个花粉就是受这种 不然运动 就分子不然运动的 碰撞的结果 花粉在那里会震荡 但是我们现在不管这个 眼睛 我们就是看不见 我们就看到这个流体呢 相对这个容器啊 它没有运动 我们称它是静止 那么我们就当 这个液体里面 随便找一个基数 就是体积的基数 很小很小的体积里面 这些 这些成分呢 它是静止不动的 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一个物体 它如果受很多的力的话 比如说 这个流体的基数 在流体里面呢 会受它 临近的 相邻的流体 都有一个力量 作用在它的身上 那么 因为这个流体的基数不动 因此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就知道 作用在这个基数上 所有的这些外力 的合力 是等于零 合力等于零 那么因为这个基数 小得跟点一样 因此我们就知道 在流体里面的任何一点 它所受的力 就是从四面八方来的 其他分子给它推积的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是 SigmaF 要等于零 SigmaF 要等于零 那么这个分子 才会静止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SigmaF 不等于零的话呢 那么这个分子 应该会动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了 这个观念 就是说 里头任何一点 所受的力 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力 好 那现在我们再看 假如我在流体里面 摆一个物体 我们先 简单的看 如果我摆的一个物体 是一个有规则形状的一个 物体 像这样子的 像一个穴形的物体 摆在这里 这是物体 那么我们现在要看 作用在这个物体 表面上的力 是怎么样子的 我们随便拿一点来看 这一点 这一点 就是表面上的一点 因为这一点呢 暴露在这个流体里面 因此流体会有四面八方的力 给它 那这些力呢 我们可以画成这样子 有从这里来的 有从这个方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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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独没有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呢 是物体嘛 里头没有流体 可是我们看 这一点呢 它不动耶 这一点它根本就不动耶 这个分子 这个流体的分 基数在这里 它也是不动 它不动的话呢 就是它所受的外力的合力 要等于零 这个时候的外力呢 除了水分子 其他的水 给它的力之外 那么这个物体 也会有一个力 顶它 顶它 那么 我们现在 把这个力当作是F F 每一个都是F 好 因为它是静止的 对不对 静止的话呢 那我们就有 Sigma F 要等于 Sigma F External 就是这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是等于 Sigma F Sigma F就是这个F 水 给它的力 再加上F 再加上F 这个要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于是 我们就知道 这个力呢 跟这个力的合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所以它就是等于 那也就是说 这个水的合力啊 是跟 表面 给它的一个 Normal Force 就是垂直的分力 因为这个 这个方向的力 一定是零了 水平 这些力的水平分量 总和等于零了 因此它全部全部的力呢 都是在 Normal Direction 那么 在法线方向 那么因此呢 我们说 这个物体所受的力啊 表面所受的力 应该就是 只有 跟表面 垂直的力 跟表面垂直的力 所以 这个时候啊 它受的水 水给它的合力 那我们应该是写 只有这个 只有FN OK 那么这个地方的 FN呢 N就是代表 Normal Direction 它是等于 Sigma F 等于Sigma F 我们就写 这样就好了 FN等于Sigma F 那么这个表面上面 我们现在是画平的 所以呢 我们当作它处处的力 都是这么多 于是 假如这个面的面积 是A的话 那我们就定义一个力 叫做压力 Pressure Pressure 叫做P P就是等于 P就是等于 单位面积上面 所承受的力 那么这个就是 Normal Direction Normal Direction 那这就是压力 压力呢 它的单位是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是水里面 任何一个物体 所受的压力 要记得 这个压力呢 都是跟表面垂直 P P 与 物体表面 垂直 它与物体的表面 是垂直的 要记住这一点 那么我们看的这个物体 是一个有规则的物体 如果这个物体 是没有规则的话呢 若为不规则的物体 若 物体之形状 不规则的话 那么就像这个样子 这个是议题 这是议题 如果你这个物体 在里头是这个 这个样子 那么它的pressure pressure 就是 都是跟这个面 要垂直 都跟这个面 要垂直 这是pressure 记住pressure 它不是向量 pressure不是向量 pressure永远是跟这个表面 垂直的 pressure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好用这个来做了 于是我们就 我们就说 好 这个例呢 我们算它是df 它作用在一个小小的面积上面 这个面积叫做da 于是p 就等于 就等于f normal normal force 我们写df好了 很小的一个例 perda 加点这是很小的例 perda 那么这个当然也是newton permeter square 这是任意的 不规则的物体 那么它表面的压力 这个压力也是跟 它局部的表面 要垂直 好 现在我们 知道叫做pressure了 那我们现在就看 那我们现在就看 流体里面呢 它的压力 是跟高度有关系 跟它的水平的 坐标没有什么关系 好 好 我们看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 装了 某一种的液体 某一种的液体 OK 现在静止不动 静止不动 那么我们现在就 在这个里头啊 看一个 我们把一个很有规则的 一个圆盘在这里好了 把圆盘摆在这里 这个圆盘呢 不是什么圆盘 它就是水里面 我们勾画出来一个 圆盘形的一个轮廓 其实它还是 跟这个液体是同样的一种液体 那么它浮在这个表面 浮在这个里头 对不对 它不动吗 它不动的话呢 那么这整个物体 所受的外力 必须要等于零 那么它总共有哪一些外力呢 比如说它水平 有这些力 水平 这是水平力 水平 水平的力啊 你没有理由说 哪一个力比较大 哪一个力比较小 因为它所在的位置啊 高度 距离底部的高度都一样 所以呢 这些力大小都一样 而且四面八方进来的 因此这些力的合力啊 就等于零 那么现在只有两种力 对它有影响 一个就是啊 这个物体 这个物体本身的重量 就是这个物体本身的重量 还有就是它下面 下底受一个pressure 假定这个下底的高度啊 是Y 那么上底呢 它们的高度 是Y 加DY 在高为Y的地方 压力是P 那么高为DY的地方呢 它的压力就是P 加DP 假定有一个增量 好 那我们又假定 这个地方是A 它的阶面积是A 表面面积是A 于是呢 它整个的力啊 整个的力 我们说它的normal direction的 力 我们写Y好了 写Y方向的力好了 它总共有 向上的是P P A Y 好 向下的 向下的是P 加DP乘A 它的方向是 负Y 然后再加上一个W W W也是指向下面 所以它也是负Y 好 这个要等于0 整个这个等于0 因为这个物体是平衡状态 平衡状态 我们从这些式子里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A 乘DP 负A 乘DP 要等于负的W W是重力 是这个体积里面 这一体的重力 如果这个一体的密度是Row 那么它就是Row A DY 这个是它的质量 乘上G 好 我们从这两边 这两边我们就可以得到 DY OVER DP DY OVER DP 这个 这个 负号 我看看 DA A跟A 约掉了 DY OVER DP 要等于负的 Row G 等于负Row G 那么这个地方 我看看有一个负号 这是负的 负拿过去变成正的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正的 正的 所以负Row G 这个写错了 DP OVER DY 要等于负肉G 好 这就是压力 跟高度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关系 非常的重要 这个关系非常重要 我们把它 用颜色的笔写一次 就是 Pressure 跟从底部算起的 这个 高度 它的关系是等于 DP OVER DY 等于负肉G 这个 是pressure 跟高度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看 在 一体里面 如果有两个位置 我们看一体里面 我们 拿两个位置来看 这是议题 OK 它是Row 我们现在看 意面下有一点 我们假定这是第一点 它跟底部的高度是Y1 然后我们在 意面上面 也取一点 这一点 当做是Y2 其实这个不一定要在意面上 就是在 一体里面任何一点都可以 是Y2 好 现在我们假定 这一点的pressure 叫做P1 这一点的pressure 是P2 P2 但因为它现在在流体的表面 表面跟我们大气接触 所以呢 它所受的压力就是大气压力 我们写等于PA A就是atmosphere 就是大气 PA就是大气压力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两点的压力差 有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 从这个式子开始来看 这个是H 等于Y2 减Y1 好 我们由这里来看 DP over DY 要等于 Full Roll G 那现在我们把这两边都乘上 DY 然后来积分 左边 我们就是G DP 要等于Full Roll G 乘 DY 如果在 P1 点的话呢 我们说它的高度是Y1 它的pressure 是P1 在第二点的地方 高度是P2 那它现在就是P2等于PA P2等于PA 我们把这个积分积出来 积出来的结果 我们就得 左边就是P2-P1 要等于Full Roll G Y2-Y1 这个式子 是流体里面任意两个位置 距离底部的高度 位置 那么它的这个 pressure的差 pressure的差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的情况 Roll P2等于PA 就是说P2是在大气压力之下 那么 我们说Roll 好 Lin P1就等于P 那么这个是Y2等于0 Y1等于Y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带进去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得到 P 要等于 P要等于 P2就是P2 P2就是PA 加上Roll G H Roll G Roll GY 我们就得 任何一点的压力 是等于 它的 跟它的 高度有关 对呢 这个我们写成 这个 这个是负的 我们这里写Y2好了 好 这是0减Y1 0减Y1的话呢 那么它就可以 我们先按照这个写好了 那这个P2是0 减P 要等于 Full Roll G 0 Y2减Y1 我们就把它写成H了 就写成H P2是PA 我写错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很重要的关系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就是水里面 在任意的深度 现在是根据深度 它的pressure等于什么呢 是等于PA 加上Roll G H 这个定律叫做Pasca's Law Pasca's Law 这个叫做Pasca's Law Pasca's Law Pasca原理 那它就是 你如果在H深的话 它水面下 就是Roll G H 这个压力 还有水面上 如果是PA的话呢 它就是PA加Roll G H 如果水面上 没有压力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如果起初 如果起初 这个容器 是一个密闭的容器 密闭的容器 我们把这里密闭起来 这是水 好 我们讲定 这个地方的P呢 等于零 这个P等于零 那么这一点 它到水面的深度 如果是H的话呢 那么它的Pressure 就等于Roll G H Roll G H 如果你现在 在水面上 在这个容器的盖子上 钻一个洞 钻一个小口 那么空气就从这里 跑进去了 一下子 这个上面就变成PA 变成PA 这是封闭 这是密闭的 密闭容器 那么P呢 你如果是跟空气接触的话 它就等于PA加上Roll G H 那么这个就是 表面与空气接触 与大气接触 那么它就是变成这样子 那么这个式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原来它是Roll G H 这么深的地方 那你现在在做一个洞 大气进来 大气压本来 只是加在这个地方 大气压 Pressure 只是加在这个 表面上的 表面上的一个大气压力 结果啊 这一点的压力呢 也增加一个PA 也增加一个PA 所以啊 Pasker定律 它就说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物理现象 就是在密闭的容器里面 任何一点的压力 如果增加一个PA的话 增加一个P 那所有其他地方的压力呢 同时都要增加一个P 那也就是说 这里是PA 那这个就是PA 这个地方就更大 这个地方就更大了 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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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压力 这一点增加一个P 所有的这些点 的压力 都要增加一个PA 那么这是Pasker's Law 告诉我们的 如果说 我们 在一个 鱼缸里面 放一条鱼 养了一条鱼 这个 表面呢 如果是一个活塞 如果是一个活塞的话 活塞 这是一个活塞 你里头有一条鱼 那么这个鱼啊 活塞如果不用力的话 我们假定活塞没有压力 我们假定活塞没有压力 这个鱼啊 它本来就有一个 四面八方就有一个pressure给它 四面八方都跟它的表面积垂直 有一个压力给它 有一个压力给它 如果你这个地方 增加一个 我们假定这是P0好了 你增加一个 P 任意一个 P'好了 那么这个里头的pressure 就要变成 P' 加上 P0 那么这个鱼啊 每一个地方的压力 都增加一个P' 会受不了 那么这个是Pasca's Law Pasca's Law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就要 来讲Pasca 定律的 应用 Pasca's Law 流体力学里面 有一大部分呢 都是在讲Pasca's Law 的应用 比如说我们 看一个 仪器 看一个装置 我用基本的形态来表示 Hydraulic Pressure 好 这是一个叫做Hydraulic Pressure 我们称它叫做 水压机或者叫做油压机 这两边是Piston 这是活塞 好 这个里头装了某一种的液体 通常是油了 你装水的话呢 这个容器也会生锈 我们装了某一种的油的话呢 比较 这是密闭的容器 密闭的容器 那么 密闭的容器里面呢 我们 首先看这个Hydraulic Pressure 油压机 Hydraulic Pressure 如果我们 假设 这个 面积是小A 这个面积是大A 大A比小A要大 A呢 要大于 小A 好 现在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力 叫小F 小F 那么它就在这个 这个地方啊 产生一个压力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这个水面 这个E面呢 就给这个 活塞一个压力 这个压力 OK 这是P 那么 那么 pressure 就等于 P 乘A 我们先看这个P好了 好 P呢 就是 单位面积 上面的力量 好 因为这个地方 增加 这个是 意面给它的pressure 其实它给意面的pressure 是往下的 所以这个里头啊 通通要增加一个pressure 好 管壁 通通要增加一个pressure 通通增加一个pressure 那么这个pressure呢 在这边也有一个pressure 也有一个pressure 这个pressure就在 这个意面上产生一个 不 就给这个活塞一个大的力 f 大的力 f 好 我们可以 知道 这个时候啊 好 f呢 就等于P 乘A 好 P是这个 所以呢 它就是等于 好 A over小A 乘上F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大活塞所受的力啊 要比小活塞的力啊 要来的大 因为A比 大A比小A大 如果你这个面积 大A是小A的两倍 那么F就是小F的两倍 如果这个它是它的十倍的话呢 那大F就是小F的十倍 所以说 你在这个地方用很小的力 来压这边的活塞 那这边的活塞啊 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 往上顶 所以它可以 可以承在 可以顶起很大很大的物体 像我们现在 沙石车满街跑 沙石车那个车斗好大好大 里头装了 沙石那么重的东西 你看它到了目的地以后啊 它整个车斗 可以翘起来 那把里头的沙石 从后面卸下来 它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啊 它就是用这个 油压机 在比较 这个地方用比较小的力 就可以了 会在这个地方产生一个很大的力 这个在生活上处处都可以用得到啊 像牙医的椅子 也是你坐上去 它要你上升下降 它用它踩了一个小小的踏板 就可以让你这个人跟椅子上升或者下降 那么这是油压机的原理 好 再来呢 我们就看一个 这种的装置 家庭有一个U型管 好 起初它装了某一种的议题 装了某一种的议题 好 这个议题啊 因为都是同一种议题 同一种议题 所以 它这两边的异面呢 都是PA 都是 Atmospheric Pressure PA PA 那么因为这两个地方压力是一样 PA是一样大 它的P是PA加RH H是零嘛 H是零 那么H就是E面下的深度就是零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一条水平的 水平 那么这两点的高度都一样 高度都一样 我们假定呢 这个 是Rho W 水 液体是水 好 现在啊 我们从它的左背 倒进去另外一种液体 它的密度是Rho 我们假定这两种液体啊 不会混合在一起 不会混在一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边倒进去另外一种液体 于是 这个面上面就承受了重量了 承受重量就把它往下压 那这个 液面就往上伸 比如说 这个液面被压 压到这里来 这个液面就伸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还是原来的 原来的密度 原来这个Rho W 还是Rho W的这个液体 好 那现在这个地方啊 就有这么高度的一个 我把这个Long降低一点 在这里 好 这个是Rho 这个是Rho 好 这两个液面差 如果是H的话 如果是H 那我们现在 就来看一件 看一件事 假定这个是Rho W 好 那么我们假定 这个E倍的长 是L 是L 那么我们拿这个水平来看 这是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 好 这个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二点 那么我们现在应用Pascas Law Pascas Law 由Pascas Law 好 P1 这个是P1好了 这个是P2好了 P1要等于Rho A G A 不是 等于P A 这个也是P A 它是等于P A 加上 我们不要取这里 取这里还要多加一段 好 我们取这个好了 我们取这个长度好了 我们取这个长度 这个算是L 这样比较单纯一点 好 这个是P1 这个是P2 好 那它我们先看这个P2好了 P2等于P A 加上Rho G L 那么P1呢 是等于P A 加上Rho G L 加H 因为这一段 是等于L 加H 因为这两个 同一个水平 同一个水平上面 这两点 距离这里的深度 距离这里的高度 都一样 都一样 那么因此 我们可以写 P2-P1 等于Rho G Y2-Y1 等于0 根据这个来讲 OK 这个是Y2 Y1 我们都给它注明一下 好了 这个是Y2 这个是Y1 因为Y1 等于Y2 那么也就说 P1等于P2 那么这两个式子呢 我们就可以得 所以我们就有Rho G L 要等于 这个是Rho 这个是这个 Rho W Rho W G L 等于Rho G L 加上H Rho G L 等于 不是 这个是Rho G L 加上这个 这个写错了 Rho G L 加上Rho G H 这一段是Rho G H 这一段是 我们可以把这个 等于等于 Rho G L 这个 Rho G L 这个是Rho 是等于 这个东西 Rho G L 加上H 没错 就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G约掉 于是我们就 把这两个Rho 做一个比例 比例 我们就发现 Rho Rho G L 那它就变成L L 加H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OK 那就是 这两个 密度 的比值 要等于 这两个 长度的 异倍长度的比值 OK 好 那么 这个是 液体 液体呢 它跟气体 又不一样 液体 它有一种特性 就是不可压缩 它已经 结合得非常紧密 不能再压缩 那么气体呢 可以很大很大的一个 大体积的气体 密闭的气体 你可以把它压缩 就变成很小 就好像我们 自行车的车胎里面 要打气的话 你可以把很多的气 都灌到这个车胎里面去 变成很小的一个体积 所以呢 气体的体积呢 是可以压缩的 那么液体的 气体的密度 因此呢 可以改变 但是液体不可压缩 所以它的密度 就是一种常数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流体分作 液体 它是不可压缩 它是不可压缩 那么流气体呢 它是可压缩 那也就是说 这个Row 要等于Constant 液体的Row 等于Constant 但是气体的Row 它是跟Pressure成正比 Row跟Pressure成正比 比如说 Row比上Row0 要等于P比上P0 就是说我们有两种压力 这个气体 摆在两种压力之下 那么它们的密度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 好 现在我们就来看 在气体里面 我们先来看大气好了 以大气为例